以往的显卡首发我一般都只会做一张 毕竟ASA厂家的芯片都一样 只要散热不拉垮 性能表现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今年有一张显卡让我特别感兴趣 就是七彩虹的iGame RTX 4090水神 水神在七彩虹产品线中 是和火神平级定位的旗舰水冷卡 不同于以往水冷卡使用的240冷排 这次水神是直接上了360冷排 这让我对它的散热能力非常感兴趣 再结合上能耗比优异的台积电工艺 我在想能不能用这张显卡搞点新的玩法 其实在之前的节目里 我们就做过显卡风冷和水冷差距的视频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 那简单讲 散热过程中热传递的效率 主要和温差以及表面积有关 CPU的核心表面积太小 再加上核心和散热器底座中间 有一个同质的顶盖 CPU上水冷以后温度有所降低 但是没有降得很低 而显卡的GPU核心表面积比CPU要大得多 而且冷头是直接接触核心的 热传递效率很高 只需要很低的风扇转速 就能把显卡的温度控制在很低的水平 同时维持一个很高的性能释放 而你只需要加一点点风扇转速 就能换来很多的散热余量 给显卡解锁功耗墙和超频 但是很多玩超频的大佬 已经通过实测证明了 即便把4090的频率增加到3.2GHz 功耗墙开放到600W 性能提升有是有但是比较小 频率与功耗的提升和性能的提升不成正比 那这一代显卡的超频性能 似乎被某种神秘的枷锁限制住了 我也简单问了一些大佬原因 推测是一方面因为电压墙还没有放开 还有一个就是目前的BIOS 还没有针对高频效能做优化 最终导致频不对能 既然加功耗超频带来的收益不明显 我在想这次4090更换了台积电工艺以后 能耗比有了巨大的提升 那么能不能在不怎么影响性能的情况下 减小功耗 再配合上水冷卡强大的散热余量 把风扇转速压缩到一个极低的水平 最终能得到一个又凉快又安静 能耗比又高的显卡呢 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进入正题 那正式开稿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这期节目的主角 RTS4090水深 不同于风冷卡的夸张的体积 采用水冷散热的水深 本体体积是非常的小 虽然也是月间PCB 但整卡的厚度仅有两槽 而且插在主板上刚好和主板一样宽 那我觉得这次水深的颜值真的是非常在线 它采用的是全金属磨砂的外壳 质感非常的棒而且沉甸甸的 表面除了一些图案之外 就没有其他的浮夸修饰 显卡的正面是两个水波纹形态的灯条 这两个灯条的亮度很高 而且一点灯珠的颗粒感都没有 上电以后的效果是很不错 而且这两个灯条是类似于楼梯台阶一样 错落排布的 这样即便你是侧插显卡 也能看到侧面的RGB效果 这次冷排的设计也很有意思 以前水冷卡的冷排风扇 需要和机箱风扇一样单独插在主板上 这次水神的冷排上有个小的极限器 风扇是插在这个极限器上的 冷排风扇的RGB灯光线 也是安插在冷排的极限器上 安装显卡会更加的方便 水冷卡相对于风冷卡来讲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风道构建 风冷卡只能把热量从散热器吹离 这些热量不能自然发散 需要依靠机箱风扇才能排出 如果此时你的CPU冷排挂在顶上 而且冷排的风扇是向外排风 那这时候你的CPU还会吃显卡的尾气 如果你把CPU冷排挂在前面 那显卡又会吃CPU的尾气 而水冷卡可以直接把冷排挂在机箱上 热量直接排到机箱外面去了 也不会影响其他的配件 如果你CPU也用的是水冷 那这样CPU的热量也直接排到机箱外 CPU显卡互不干扰 散热风道是非常的好 所以这里为了构建完美风道 这里我选择的机箱是带侧出风的海盗船5000T 机箱前面和尾部装上4把LR120风扇 转速锁定在800 CPU是i9-12900KS 使用VKGL360水冷 将CPU冷排挂在机箱的顶部 而显卡的冷排则是挂在了机箱的侧面 那这样CPU和显卡的热量 都能直接排到机箱外 互不干扰 那强烈建议各位如果要购买这种水冷卡的话 选择这种带侧出风的机箱 温度低噪音也低 体验会非常的好 那调校之前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水神的默认调度策略 不同于之前4090猛禽首发时 功耗限制在450W 西彩虹的这张显卡 我们是刷入了解锁功耗后的BIOS Furmark烤机半小时 显卡的功耗是550W左右 温度仅有61度 风扇转速仅为1200转 那不得不说显卡上水确实是散热好 风冷卡550W 基本要跑在1800多转70多度了 那下面我们进入游戏 实际看看这张显卡的默认调度 是个什么策略 所有游戏均采用4K分辨率最高画质 那部分游戏的抗拒尺 会根据情况着心调整 首先是CSGO 那可以看到显卡占用虽然是99% 但是功耗只有300W 没有吃满550W的功耗 此时风扇还是保持在1200转 温度是低得夸张 只有41度 然后是压力更低点的DOTA2 功耗和温度更低了 是250W 40度 风扇转速还是1200 吃机的功耗会比之前高很多 是来到了480W 52度 但风扇转速还是1200转 坦克世界比吃机的压力要低一些 差不多是440W 50度 风扇也还是1200转 那为了验证是不是网游的压力不够 所以风扇锁了1200 我们又测了4个单机 我们发现不管功耗多高 温度如何 显卡基本上只要运转起来 转速就是1200 那后来我们发现 这卡原来不会自己调整转速 只要你把风扇插在冷排上 那转速就是固定1200了 那七彩虹这么调 其实也能理解啊 毕竟大部分风扇1200转 是正好处于一个噪音比较低 而且效能不错的平衡点 白天这个1200转的风扇噪音 绝对算得上是很低了 这样可以获得一个比较低的温度 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1200转的风扇还是多多少少能听到一些的 我个人就很喜欢在晚上打游戏 我对风扇的噪音还是相当敏感的 所以下面我们来看看这张显卡的风扇 在保证温度可控的情况下 最低可以压缩到多少转 我们把冷排的三把风扇的供电线 调速线接到主板上 然后在BIOS内调整风扇的转速 那首先是1000转 我们可以看到Furmark烤机时的功耗没有变化 还是550瓦 但此时显卡的烤机温度上涨了3度 来到了64度 那看来1000转对于水神来讲还是小意思 是800转 那此时功耗还是在550瓦左右 但是温度来到了71度 比1200转高了10度 那这个成绩基本就和很多的风扇卡是差不多了 但是需要注意啊 风扇卡要压制到这个温度 可是需要1800到2000转的风扇转速的 在PWM模式下 原装风扇最低只能压缩到800转 于是我们切换为DC模式 最终可以把转速控制在550转 于是我们测试一下550转Furmark烤机 那这一次的温度就不太理想了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功耗还是550瓦 但是此时显卡的温度已经来到了85度 已经撞到温度强了 那打游戏肯定会出现降频降性能的 那看来550转的风扇效能确实是降的有点多了 没有办法给冷排提供充足的风量 但是节目的开头我们说过 这次4090因为更换了更先进的台积电工艺 能耗比提升非常的大 那下面就来测试一下 4090功耗降低到什么程度不会影响性能 那在这个程度下 我们又能把风扇转速压低到多低 那么先从550瓦开始以30瓦为一个档位降低功耗 一直降到160瓦左右 那最后得到Time Spy和Time Spy Xtreme的跑分 绘制成这样的折线图 你可以看到在450瓦以上时 显卡的性能是几乎没有变化的 从450瓦到400瓦性能只有些微的降低 而从400瓦开始 显卡的性能就会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 到了325瓦下滑的速度更快了 从265瓦开始就是断崖式的下跌了 那所以想要不损失性能 又想要降低功耗 我个人觉得400瓦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节点 因为它相较于450瓦 性能只弱了一丢丢 但是功耗低了不少 那我们之前测了550瓦需要800转的风扇 如果是降低到了550转 温度就有点吃不消了 所以我们还是先试一下 800转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显卡此时的功耗 稳定在400瓦 温度仅有60度 那这样看来360水冷的散热 还是有很大余量可以压榨的 那我们也不磨叽了 直接上最低转速550转 看看能不能控制住温度 那我们直接再次打开FMARK 开始烤机 那你可以看到此时显卡的功耗 还是400瓦 风扇转速550 而温度仅有69度 那69度对于显卡来说 可以是非常安全的一个温度了 满足长期稳定运行 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经过一番调整锁功耗 调整风扇转速以后 我们现在成功得到的一张 能耗比又高又凉快又安静 性能还没什么损失的4090 那么下面我们直接进入游戏 去对比一下调教前后的温度 与性能的差异 首先是CSGO 可以看到在4K分辨率最高画质下 在基础帧数400帧的情况下 降完功耗的水神 只低了大约10到20帧 温度虽然高了十几度 但是也只有50多度 属于是非常凉快的 然后是DOTA 2 只能说这个游戏 对显卡的压力确实很小 所以降功耗对性能几乎没有影响 200帧的基础情况下 帧数只差了个位数不到 温度也只差了5-6度的样子 下一个游戏是PUBG 可以看到这个游戏里 帧数跌的是稍微有点多 降完功耗后是低了30到40帧 温度也是上涨了大约10度的样子 但是大家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基础帧数已经达到了300 说实话 差这么点帧数 影响真的不是很大 而1200转的风扇 和550转的噪音差距可真是不小 最后一个网游是坦克世界 不能说完全一样 只能说完全一样 这调整完功耗前后的游戏帧数 几乎完全是一模一样 就差那么一两帧 基本可以算作测试误差了 温度虽然是涨了10度 但是也只是55度而已 距离83度的温度墙还是差得很远的 可能是网游对显卡的压力确实不高 我们再来看看单几游戏里的表现究竟如何 首先是大表哥2 那可以看到降完功耗以后 帧数大约低了四五帧的样子 差距也不算大 不过温度上涨的就比较多了 高了差不多有15度 但是也只有60多度 和大部分风冷卡打游戏的温度是差不多的 可能有人会说大表哥的优化比较好 那么再换一个优化没那么好的消光2 两边都能稳定在144的帧数上 那降完功耗可能会低个2到3帧 温度增幅也是和大表哥一样 也是上涨了大约15度的样子 怪物恋人降功耗的帧数大约低了10来帧左右 不过基础帧数已经200了 那这样低10来帧其实不怎么关键 温度的话还是上涨了大约15度左右 最后一个游戏是2077 可以说这个游戏真的是太吃性能了 强如4090也只能跑70来帧 我们可以看到降完功耗以后的4090 比之前大约降低了200MHz的核心频率 但是双方的帧数就只有2到4帧的差距 温度的话和之前一样也是差了15度 但也只有60多度比较凉快的数据 那其实这样的结果也并不意外 毕竟理论跑分中400W的4090和550W的性能差距就不大 那进入游戏差距不大也是必然 不过很多游戏降完功耗以后的4090 确实会降低一部分帧数 如果你这点帧数都不想抛弃的话 其实是可以锁定在450W 然后风扇转速加到600到700 那这种转速风扇噪音也是几乎不可感知的 但不得不说4090的性能确实是强 你可以看到除了2077这种优化比较差的游戏之外 哪怕是3A大作中4090依旧可以跑满4K最高画质144帧 网游更是可以跑满4K240 那这一代显卡性能提高确实是稍微有点夸张的 好4090水神的另类玩法 我们就算全部介绍完毕了 在过去硬件性能不太够用的情况下 我们都是通过超频去压榨硬件的性能 但是这些年来各种锐屏和BOOS的技术的发展 不管是CPU还是显卡 基本上就是出厂集灰镜 能留给你自己调整的空间并不多 哪怕只加一点点性能都会带来很多的功耗提高 随之而来的就是巨大的噪音以及系统的不稳定 而降压降功耗降风扇转速这种玩法 在这两年被提起的次数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能耗比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机器的噪音和稳定性 那这种思路我觉得未必不是一个好的方向 我一直认为电脑就只是一个工具而不是玩具 哪怕用来玩游戏那也是用来玩游戏的工具 工具其实有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用的顺手 对我来讲能耗比高温度低噪音低 同时能提供我需要的性能 而且稳定性高的电脑 这是最顺手的工具 至于超频压榨性能就留给爱折腾的玩家吧 好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算全部介绍完毕了 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还不错的话 就请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一键三连 我们是全职up主 你的三连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这里是硬检查谈 我是浮良麦茶人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